桂荣夫人自吻旧忠亮 这个太感人了 薛刚现在一心想给嫂子报仇 把剑举起来 她看马灯啊 面无俱色 十分坦然等着剑往前落 薛刚这手都下去了 你怎么回事 是你把我嫂子逼死的你知道吗 现在薛刚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们要拿我 你们要拿吧 这剑没落下去 说了这么几句话 马灯可受不了 她想不上前 暴露薛刚放声大哭 就把这事传说 薛刚 哎呀 转过身来 哭通一下 跪在夫人的身边 找不找 你死得冤枉啊 就这么呼噜呼噜死了 为救小弟啊 可是我家兄长有话 没跟你说 哎呀妈 你看别耽搁了 怎么 没什么用啊 他转过身来 给这仆妇家庭身诗一礼 我走之后 你们把夫人尸体撩理好 然后 求自己的管家带着这封书信 把孩儿马成 想方设法 送进鲁国公府 现在 现在我什么都顾不了了 我只有 送我兄弟薛刚出城了 吩咐人备忙 给薛刚简单换换衣服 伴着他手下的军校模样 从府里就杀出来 一边走一边喊 喊什么 捉拿薛刚 薛刚也跟那块喊 拿薛刚 回事就乱了套了 哗 冲着北门来 到北关口纷纷开城 哎 收城关浪了 怎么不能开城啊 现在眼看五经天就要亮了 各个城门口都紧闭 元帅再三的 叮嘱 绝不能开城 哎谁谁 今天除了陛下 武则天出城 没法阻拦 剩下 谁也不行 也不能开关 怕薛刚跑了 我的总病 这怎么能开关呢 不能开 不能开 哦 进前来讲话 是 守门关通通起步 到了马登的座级前 只见总兵马登 手起刀落 卡 把守门关给宰了 这些守城门军校揣啥了 这怎么了 马登把眼睛瞪起来 好大胆 这个人甭问 一定是薛刚手下的人 八卧全糊涂了 到底谁是薛刚首先人 怎么会成了薛刚首先人 薛刚明明从此关口逃出去 他居然敢不开城 这还了得 好 千金扎提起 把城门打开 真管事 这些军校已经总兵发话 白守门关都宰了 咱还关着 开开吧 把千金扎提起来 城门开 个儿俩一前一后 杀出城 也不知跑出多远了 马登滚安下马 看了看 这手下的忠军齐百 给大家施了个礼 我谢过诸位 陪同我送我兄弟薛刚 啊 这些人这么一听 薛刚在哪呢 记得我在你们的面前 他就是三绝主啊 现在我兄弟已经脱离了险地 几位愿意回去禀报 愿意走奔他乡 都可以呀 哎 各自 登城吧 该干嘛干嘛去吧 这些问题还有 我的总兵大人 你可坑了我们 怎么这样 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 家里还有老小的 我们上哪儿去我们 那没关系 就随你们的便了 你们要说跟我一块 护送薛刚出来的 那你们就全家没命了 要不言语 你们编个什么词 那我就不管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他年相会 再见吧 诸位 然后跟薛刚 上了马 继续 走了 这些人就没人管了 他们跑出来一天一夜 薛刚那几个普通人也找着 生死不明 下落不知 把这个扔出墙外的陈月虎 怎么样了 他也不管了 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怎么办 你我兄弟上哪儿去 薛刚一看得了 二哥跟我走吧 怎么 你已经把我给救出来了 现在只有回纪隆山 马灯想了想摇摇头不醒 怎么 我跟你一块藏起来 那总藏着是个事 二哥 那么以你之见 先弟 我早已想好了 自从得到禀报 说你进城祭坟来 我就把生死置于度外 只要有三寸气在 能让我离开长安 我只有去投奔 庐陵王 万岁李显 就是让武则天呢 贬了的那位 这李显呢 简直都冤枉 怎么人形成了皇帝了 他就随便呢 跟武则天皇后啊 刀念这么几句 他想让他的老岳父啊 当这个当仇的赛相 还有呢 自己这个这个儒母 一个儿子 也应该呢 给他一官半职的 谁知道这几句话 把武则天给气了 哦 你权柄在握 任意所为啊 大还了得 连你都滚蛋 不行不行 武则天打听主意了 黄泉绝不能旁落 儿子 儿子也不行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贬为庐陵王 马登现在想去偷他 我听说 把王家 也就是当心万岁 不管怎么贬 他登过机 我们朝贺国 那他就是我们的皇上 给他弄得不毛之地 那就是太可怜了 比边塞还边塞呢 我干脆我上那去得了 哎 是个好主意啊 怎么 你我要想 复兴唐朝 那么都应该去偷奔 满来 王道说这个不行 怎么 你要想想 您做的那事 非同小可 您一脚踢死的这个 那就是 皇王的弟弟 你吓死的那位 那是王王的父亲 皇父 你知道他记恨不记恨你 一句话 是一行的去 你说的对 这样 我先给你探探路子 你不在记龙山吗 这地方我记住了 哎 我可以啊 慢慢的访询 找你 我探一探呢 王家千岁的扣分 如果对你没有什么恨怨 你我兄弟一起去偷奔 如果不解 我先在那儿 燃血存身 咱们以后再 哎呀 雪刚感动 哥哥比我想的周到 兄长青山 收小弟一败 扑通跪倒给磕了头 马上一开算了 你我是患难兄弟 不必如此了 你赶快上马归山 我呢 去投奔庐陵王 哥俩 阳关大道上 撒泪而憋 好可怜啊 雪刚回来 他这一回到记龙山 老山主谢天谢地 怎么 这人走了之后 他再也没有消息了 是老山主再三哪 丁明主妇看管 要不然记鸾鹰早就下山了 有两个原因 记鸾鹰离不开这个山寨 一个是 怕老父亲极个好歹 不让他去 雪刚走了一个就可以了 你再走 这就不得了了 摘老头心 这妻 天儿 还有雪江呢 那么你跟雪刚已经定了婚了 那你就是雪江的人了 你就是孩子的神母 就是他的妈妈一样 你必须得看管他 一时不能离开 这还真管用 小姐一想 父亲说的对 可但是虽然没走 可是度日如年呢 现在几个家庭没回来 雪刚回来 大家就在长出一口气 把雪刚给接上山来 说说经过 经过还没说完呢 可了不得了 咱们只听软处理 是炮骨震天 喊沙山是由远而近 怎么在这儿 老山主一愣 山下阴河大乱 骑兵山主大事不好了 三骑王李承燕 金刀宝马 青铜大军二十万 包围了 季龙山 好嘛 这可真是青天霹雳 老山主啊 傻在那儿了 季龙怎么了 奇怪啊 我这个地方最隐蔽了 李承燕怎么知道 不奇怪 咱光说这个薛刚这边 没交代薛刚带去的那几个家庭 那几个家庭都四个人嘛 三个人死于乱军之中 有一个人被活捉了 哎 严刑考打 实在抗刑不过 就把薛刚的住处 以及和季龙山 这定亲的事 所有的事 他全说 当时五三四和李承燕 奏明天子 跟泽天天子 打了一个招呼 领大兵征讨季龙山 大不对行动 那可不是一两人赶路啊 像潮水一样 要不咱前后脚那 哇一天就到了 怎么办 几文几武这么一看 老爹爹 这不用发呆了 兵来将党水来组吞 那就 就打吧 事已至此了 薛刚挺身站起来 这儿打 可得咱说说了 盔甲有 枪有 只缺匹战马 那没关系 好战马有车给我背上一匹 万来 季龙告诉你不能处征 直到没有什么样的事 根据我这多年来 建造 这座进龙山 还能抵挡几日 不是就来这些人马吗 他一时半会杀不上山来 带我亲自去问问 弄明白之后再说 马上吩咐 勒鼓声平 饭肚鼓声响鼓哗的一下山寨所的人传道 养兵千日用灾一时 老寨徒把要求说了 现在官府来抓姑老爷来 豁出这座巨龙山 也就是说 豁出老夫这条命 也要保住忠良的后代 吩咐人 给我背马 刚说背马 讨战了 李承越 亲自讨战 鸡龙一听 我正想要会会他 带着两个儿子 睡三百名楼兵 杀下战略 对我一字排开 跟对方一比 太惨了 这么 哎呦 谢龙往对面这么一看 精疲张胆 羞胆 羞羊 人还骂死 不用说李承越怎么样 就看他首先那些战将 一个个亏欠 金明 刀枪在手 喝 当时 李承越摆了一个五方大阵 分金木水火土 梁山门旗 刷啦 往两边这么一摆 正当中一杆 大道旗 是黄段子 红飞火样 上秀金字 看得清楚 三骑王 当中一个倒大的红月光 李 大道旗下 一匹做马 那叫一字莫其林 这马可与众不同 非常之神速 一字莫其林 浑身上下的马 跟一块黑段子似的 一根杂 毛都不良 就有一点地方特殊 唯独在这马脑门上 有三寸多长 怎么一子子 马踪 立着 感情这次马踪 不许碰 不许动 首尾这么一碰 这马就能飞起来 说飞起来悬了 反正是无比之快 快如闪电 就战这匹马 他不知道杀死过多少上天 这金盔金甲 大红战袍 手里提着 九凤朝阳 滚猪包刀 仔细瞧 这刀是龙头凤尾 刀头长三尺三寸 三分三 刀杆三尺三寸 三分三 刀转三尺三寸 三分三 就差那么一丢丢 不够一丈 他特殊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这刀头上 有核头大小的 那么一个洞 这洞可太要命了 为什么说要命 这个刀望起这么一台 喝着这个刀在你面前 这么一晃 那个洞是来回跑 悬啊 怎么那窟窿 还要随便挪地方的吗 不是在那个洞来回跑 是在那个光 反光啊 照着那个 好像这洞是来回跑 就像一颗明亮的珍珠 一颗珠子在这个刀背上来回乱滚一样 特别是白天 要是万里无云 阳光之下 他把这刀这么一耍 那个猪的刷 围着那个刀头乱转 你这么一丢眼神 脑袋没了 就这样不知上多少人 要不怎么说 这一口刀 和他胯下的一个马 是他的宝贝呢 立马横刀 往对面看了看 三七王 不由自主的 这嘴就撇起来了 怎么回事 对面那些人呢 三百楼兵 一小丢丢 跟他怎么能比啊 谁是这山主 马前大晃 立成一往前一催马 几龙山前 高批 山主